品读名著 传承经典 书香南京与你同行 1937年 南京陷入大浩劫 一名德国人用一己单薄的身躯 从日寇的屠刀下挽救了多少宝贵的生命 一部关于南京大屠杀的逐日编年史 又体现了怎样的担当 市民学堂特别节目 书香南京大讲堂品读会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院长张生教授 品读拉贝日记 我们说今天的主题是再读拉贝日记 为什么是再读呢 因为对一个研究南京大屠杀史的人来说 对一个想了解南京大屠杀的人来说 拉贝日记是别读书 那这是一本什么样的日记呢 我读一下拉贝日记的前言 他说这不是一本消遣性的读物 虽然开头部分可能会给人 以这样的印象 它是一本日记 是一个真实情况的报告 我写这本日记 并且把它整理出来 不是为了公众 这是为了我妻子和我的家人 假如有朝一日 他实意出版的话 必须事先取得德国政府的同意 但今天由于不言而喻的原因 是绝对不可能的 书中所有报告和南京安全局 国际委员会至日本大使馆的公喊 以及与美国当局的往来信函 都是由我从英文一直德文的 约翰拉贝 1942年10月1日于柏林 这是1942年10月份 拉贝先生在他的日记当中 写了这样一个前言 所以也正是由于 他日记当中所接事的原因 拉贝日记在他写成以后的 漫长的时间里面 都不为公众所知道 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 才被发现 而他发现的原因是因为 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 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所以今天就让我们 回到拉贝日记本身 来看一看 拉贝给我们记述了一段 什么样的历史 我想说 在担任南京安全局 国际委员会主席之前 拉贝这是一个 平淡无奇的汉堡商人 他在中国生活了很多年 是来做生意的 拉贝先生是1882年 出生在德国汉堡 汉堡这个地方 是德国的商业制度 像很多人一样 他们成年以后 就到世界各地去做生意 所以1908年 也就是说 在晚清 大清朝还没有结束的时候 拉贝就来到了北京 这一待就是 11年 在中国做生意 主要是把西门子公司 和其他公司的军火 以及其他商品 卖给中国 1919年 他被迫短暂地回国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个德国人 当时英国人 给中国政府施加了压力 说这是一个德国侨民 他们战败了 所以拉贝就短暂地回国了 回国以后的遭遇 很不愉快 他正好看到了 德国刚刚战败以后 老百姓那种 名声掉臂 各行各业 奄奄一息 老百姓在挣扎求生的那种状况 所以他觉得在柏林 他是一天也带不下去 所以他很快就回到了北京 从1920年回到北京 到1938年 春天他回到慕尼黑 这个将近十几年的时间当中 十七八年的时间当中 他只有两次回德国 都是很短暂 因为他是一个糖尿病患者 他回去要看病 1931年 由于他销售有功 所以担任了西门子公司 南京班师处的经理 在南京的外国侨民当中 算是个有头有脸的人了 拉贝的日记很长 他从很年轻的时候 就开始记日记 一直记到他生命 几乎最后的时候 所以他的整个的日记 是非常长的 很多是关于他家庭 和他本人的生活的细节 我们今天讲的日记 是指他的南京大屠杀期间的日记 这个日记的原件 原来是由他的后人保管的 去年捐赠给了中国国家档案馆 所以呢 今天拉贝日记 已经作为国家的一级文物 保存在中国 那么我们如果回到这个日记的话 首先是第一个问题 在南京遭到轰炸以后 拉贝为什么要回来 他本来作为西门子公司的一个经理 他到北戴河 到中国的北部去度夏 南京的夏天很热 那楼沟桥本来是一个很小的世界 他们刚刚听到这个事情的时候 也觉得这个事情可能跟往常一样 通过外交努力就能解决 但是没想到这件事情越闹越大 所以很多外国侨民 北方的外国侨民 就在考虑 他们是回国呢 还是到中国南方去呢 那应该说是很多人都回国了 拉贝决定回来 为什么回来呢 他觉得说西门子公司 在南京有那么多的员工 有他那么多的生意上的伙伴 还有他很熟悉的南京的市民 所以他决定回到南京 这个南京回南京的过程当中 他碰到了很多有趣的人 为什么他说他这本书 刚开始会给人一个错觉 说是一本消遣性的读物呢 就是这本日记刚开始的时候 讲的都是他在路上碰到 什么样有趣的人 有人唱歌 有人跟他讲故事等等等等 回到南京以后 他就发现这个南京 已经处于战事状态 当时这个日本的海军航空兵 和陆军航空兵 已经从8月15号开始 就对南京进行轰炸 所以他在日记的早期 你会发现大量的 积载了南京遭到轰炸的情况 但是就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还要做生意 他发现他的生意 比以前还好做 为什么呢 中国政府有大量的订货 军火啊 电机啊 甚至像下关发电厂 因为屡屡遭到这军的轰炸 需要比较多的配件 所以他一边记录屠杀 一边在做他的生意 到此为止 他仍然是一个普通的生意人 那因为他比较有钱 他在这个小粉桥一号的院子里面 大家如果参加过这个行走活动的话 你知道那个院子也不是很大 所以在这个院子里面 他就挖了一个防空洞 这个防空洞呢 现在比较结实 所以周围的邻居 就经常有人不请知道 到他们家来躲轰炸 其中有一个皮蟹匠 他就很讨厌 这个人自己来了不说 还把他的三大姑 六大姨的都喊过来 而且每次来呢 也不帮什么忙 所以拉贝对这个皮匠 不太舒服 到了11月19号 拉贝被喊去开了一个会 什么会呢 一群在南京的美国人 决定仿效法国神父 饶家居在上海的举措 上海打仗的时候 饶生父 曾经在上海 组织一个难民区 作为中日双方 都不惊弓的地域 庇护了很多 中国老百姓 所以这些美国人 英国人等等 他们就决定成立一个安全区 就像上海的男士难民区一样 那大家知道 这件事情主要是美国人 弄起来的 为什么要喊拉贝去呢 他们有个考虑 美国人 日本人比较讨厌 考虑到这个工作 可能衔接上不那么顺畅 所以他们决定找一个 日本的盟国的商人 当时德国是日本的盟国 他们觉得找这么一个人 可能比较好跟日本人打交道 所以安全区委员会的筹备 在11月19号以后 就开始紧锣密鼓了 很多人回忆起 这个安全区委员会的时候 会夸大自己 在这个当中的功劳 比如说有个中国人 叫杭利武 曾经做过国民政府 交易部次长 他就说 这个安全区 主要是他的主意 这个其实呢 在历史当中啊 当事人夸大自己的作用 是非常常见的 大家看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呢 要有一个批判力 在南京的这些外国人 准备筹办安全区的时候 他们希望得到 中日双方的认可 那日双方是什么态度呢 日双 这些南京的外国人 打了电报 给各自国家的外交官 外交官把他们的电报 转给日本的外务省 外务省再转给军方 军方再转给送进石根 中间啊 电报往来很长 到12月2号的时候 饶神父就转来了 一个电文 是日方回答 美国国务院的电文的 讲什么呢 安全区我们不承认 但是呢 我们有这么一个理解 就是说 如果安全区被用来 作为中国军队的 这个军事设施的话 仅仅是平民的话 我们不会去进攻它 所以它是一个 模模糊糊 摸了两口的一个认可 这个跟南市 南民区是不太一样的 南市南民区 使日军正式承认的 中方什么态度呢 中方开始认为 安全区里面是有一些地方 很有军事价值的 比如说 武台山 这是城里面 一个比较高的地方啊 中国的高车炮部队 重炮兵部队 它需要比较高的地方 来安置啊 所以 迟迟不肯说 我就在这个里面 一点都不布置军队 所以到了12月13号 12月3号 经过反复的交涉以后 南京威术军 才正式命令 停止在安全区里面 作业 但是 客观地说 这种断断续续的 小规模的公司 一直修到 南京被总工之前 南京市政府 对这件事情是赞成的 南京市长刘继文 为此还给 安全区布了 不少钱 他给了他 不少粮食 大致上来说 有两万袋的大米 一万袋的 面粉 这个都是 拨给安全区 准备 让安全区 用来救助平民 那我们可以从当时的安全区的管理委员会的组成来看 中国人曾经在这个当中 起过一定的作用 前面说到的杭立伍 杭立伍在这个安全区刚开始是担任副总管市长 但是因为他是国民政府的教育部次长 他是高官 所以在国民政府撤退以后 他跟着撤退了 但是拉贝的管家韩祥林 还有王庭 沈玉苏都在安全区的分委员会里面 比如说这个王庭就是住房委员会的 担任主任 所以你可以看出来 当初的这个安全区委员会是中西合璧的一个委员会 但是真正到了安全区在南京被占领以后 进行设计运作的时候 你发现他主要是由西方侨民来运作的 因为这些中国人去很危险 随时可能被枪伤 12月7号 当时南京是非常震动的 大家都听说了 说蒋委员长从南京飞走了 那这些外国人也意识到 南京已经开始进入到被围唇的最后的阶段 12月10号 热军就开始对南京进行总攻击 安全区委员会本来是有条不紊的在准备自己的工作 但是形势发展太快 所以计划没有变化快 很多问题在安全区投入运行之前没有到位 你比如说粮食 两万代大米当中 这运进了九千多代 差不多是一万代一半的样子 面粉一包也没运进来 你比如说住房 住房当时主要的是用的 精灵大学和精灵女子文理学院 以及新猪宅区就是我们今天讲的 一鹤鹿这带公管区的房子 那这些房子呢 很多是外国人的产业 后代是国民政府搭官贵人的房子 坦率地说 有一些有关系的人 什么叫有关系的人 比如说会讲外语的 在这些外国人公司里面当代理的 跟他们有生意上往来的 设置的 会表达的 这些人都得到相对比较好的住房条件 那一些老百姓 那就只能在大房间里面 一个房间睡几十个 诸如此类的这样一个情况 机查工作 本来是由德国人施培林来负责 他当过兵 他手下有一些警察 也有一些平民 来负责机查 就是安全区里面的秩序 但是涌进来的人太多了 数以万计 他们发现这个里面很乱 中国人避难的时候 很多人是扛着卑物卷子来的 有的人是挑着粮食来的 有的人连柴火都准备好了 来烧饭啊 所以要把这些人安置好 很困难 经常不断地有人说 有小偷偷了他们东西 或者有人打架等等等等 秩序是乱的 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出现 就是国民政府的军队 他们在撤退的过程当中 有的人听到了唐春智的命令 有人没有 他们就凭经验 从城墙上往后退 他们往后退都有一个规律 都是先退到鼓楼 然后沿着当年叫中山路 现在叫中山北路 往一江门下关码头来撤退 那这条路上当时挤满了人 很多人发现 与其翻过城墙 再到下关去找船 不如就把衣服脱下来 找老百姓的衣服 甚至抢老百姓的衣服 穿上去以后 就住到南明区去 也有人正式地向安全区提出来 说我们能不能把军装脱掉以后 就住在安全区 当时这些安全区的官员认为 他们放下武器了 对别人没有什么害处了 也答应了 这个后来成为日本人的一个重要的借口 在12月12号 也就是大屠杀之前一天 安全区委员会的总继察斯佩林 他自告奋勇 他说我要去到前线 跟日本军官接触 看看能不能调停 就让中国军队有秩序地往后撤 日本军队有秩序地进来 这样减少平民的伤亡 但是被炮火撵回来了 所以斯佩林调停 无疾而终 1937年南京陷入大浩劫 一名德国人用一己单薄的身躯 从日寇的屠刀下挽救了多少宝贵的生命 一名德国人用一己单薄的身躯 一部关于南京大屠杀的逐日编年史 又体现了怎样的担当 市民学堂特别节目 书香南京大讲堂品读会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院长张生教授 品读拉贝日记 12月13日南京北日军战略 就在这一天 这些外国人 突然想起一件事情 安全区委员会 如果说它的合法性不足的话 那成了一个红十字会 应该没有问题 因为红十字会是 当时大家全世界都明白的一个地方 一个组织 所以他们差不多就用十分钟 就成立了 国际红十字会 南京峰会 大家注意一下 红十字会确实是一个国际组织 但是南京峰会 是在十分钟之内 仓促建立起来的 也来不及说是给瑞斯总部去报备 这个委员会 是由美国人马吉担任主席的 那被占领的南京 大家也知道 涌进来差不多有五万多 全府武装的日军 这样一个城市 已经失去了政府 失去了市政机构 老百姓怎么办 现在就有二十二个外国人 准备来承担南京管理的责任 这个二十二个人当中 有十四个美国人 那主要是 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文力大学 这个文力学院的教师 还有一些美国传教士 五个德国人 拉贝 他还有另外四个德国同胞 比如大家熟悉的施佩里 还有克勒格尔 黑木佩尔 曹迪西 两个白俄人 什么叫白俄 不是他长得白 他们是在十月革命以后 他们从苏联跑出来的 他们不是正式的移民 他们的国籍没有了 因为俄罗斯已经不存在了 俄罗斯帝国已经不存在了 苏联的国籍他们也没拿到 所以他们相当于无国籍人 这两个人 他们的身份 刚刚开始研究 应该说也是很有意义的 就是我们知道 俄罗斯人在大屠杀期间 也曾经参与到 人道救援的事业当中 还有一个德国人 哈茨 这个奥地利人 这个1938年3月份 奥地利就被德国病掉了 所以哈茨也经常被很多德国人 视作他们的同胞 但是呢 奥地利人不是这么看的 奥地利人二战的历史 非常不光彩 因为他们曾经参加过德国 然后也作为德国军队的一部分 就参与作战 所以 突然发现有这么一个英雄 曾经在中国 从事过伟大的视野 所以这件事情 他们知道了以后 非常感兴趣 12月13号这一天的拉背热气 大家翻开看 是平淡无奇的 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发生 甚至我们非常熟悉的 日军的暴行 也没有在日记当中多些什么 为什么呢 这些在南京的外国人 反而有了松一口气的感觉 日本人终于进来了 我们安全区也给他们准备好了 所以底下就是安部就班的 把这个安全区和南京市的管理工作 交给日本人就好了 所以拉背在日记当中 在这一天晚上日记 大众就说 谢天谢地 最困难的时候 过去了 实际上大家知道 自噩梦刚刚开始 拉背的噩梦是从他们家门口开始 日本人把一个中国士兵 绑在一张竹床上 枪杀掉 然后就丢在他们家门口 作为对他一个无声的警告 所以在此后的长达三个月的时间里面 这具尸体就时刻提醒拉背 你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里 拉背作为安全区委员会的主席 他首先看到的南京大屠杀 是以搜查残白兵为名的屠杀 是什么呢 一些中国的这些放下武器的军人 他们来到安全区里面 日军想当然认为有很多很多 这样的所谓残白兵 藏在老百姓中间 所以他们要到安全区里面来搜查 当时说得很好 说你们承认自己是当过兵的 然后我们按照俘虏的待遇给你们 给你们做工还有工钱 所以有一些当兵的就自己走出来了 走出来的人当然很快就被枪杀了 强奸开始普遍了 在安全区委员会的档案里面 你可以看到 第一批96个案例里面 绝大多数都是强奸的案例 很多妇女被当着丈夫的面 拖走了 所以这些男人就在后面追 那凡是有人追的 当然是被枪杀 所以这些追赶自己的女人的男人 也成为第一批的受害者 然后拉贝在他的日记里面注意到 日军把他们的部队组成10到20人的小分队 开始对这个城市进行洗劫 不管是公家的 还是私人 通常是一个指挥官 带着一队日军坐着卡车过来 到一个商店 好在是一个政府机关 那边进去以后东西抢光 然后烧掉 所以10到20个人组织 这种小分队的有组织的行为 说明这种抢决 绝非个别人的偶然行为 拉贝在干什么呢 别人看到他了 其中当时在南京有五个外国记者 他们是15号16号离开南京的 在他们离开南京之前 他们写了最后一批 关于南京最后的印象的这种报道 其中路透社记者史密斯 就在他的报道里面说 他走的时候看到 拉贝正在东奔西跑 干什么呢 发现有日本兵到哪一个商店去中火 抢东西 他就赶紧跑过去 所以看到的是一个极为忙碌的 在来疲于奔命的拉贝 拉贝家 大家都很熟悉 因为他是安全区委员会主席 所以很多人认为他们家是最安全的 他也把自己的家 作为一个正式的难民营 这个就是大家在档案里面看到的 西门兹公司难民营 所以大家经常会讲 这个难民营到底在哪里 实际上就是指他们家 他们家的到底藏了多少人 拉贝其实讲了好多个版本 在中国难民给拉贝的感谢状当中 有602个人签名 这个签名现在保留在西门兹公司党案馆 但是拉贝在不经济的时候 提到自己家里有630个人 630个人怎么办啊 后来他又不注意 又提到自己家里有650个人 大家说这个拉贝怎么回事啊 家里到底藏了多少人 他不知道吗 他不能说 因为他们家里藏了一些特殊的人 比如说他们家的第一批难民 就是两个 一个姓龙的 一个姓周的国民政府的官员 他们很担心被日本人抓过去以后 强迫他们做汉奸 所以不能讲 还有中国的飞行员 没跑得掉的 躲到了他们家里 所以他不能讲这个准确的数字 大家知道 从1937年12月13号 到差不多20几号 是南京大屠杀的高潮 但是很奇怪的是 这一段时间恰恰是 日军的最高指挥官 华中方便军司令官松敬石根 来南京的时候 松敬石根是 1937年12月17号来到南京的 在他决定来南京之前 上海派军军就负责 占领南京的这支日军部队 他们是有不同意见 他们认为人还没杀完 特别是那些所谓财败兵还没杀完 街上到处都是尸体 安全得不到保证 所以他们想叫松敬石根不要来 结果松敬石根认为一定要来 为什么要来 他作为占领中国当时首都南京的最高指挥官 他觉得自己的荣誉太大了 这是日军建军史以来最大的荣誉 怎么可以自己置身事外呢 所以上海派遣军就急急忙忙地 给他把主要的街道扫了一下 这个主要的街道就是我们今天大家熟悉的中山东路 听到松敬石根要来 拉背这些外国人都认为 这下好了 最高指挥官来了以后 一定能把秩序收拾好 但是在12月18号的拉背日期当中 你就可以看到 他说发现情况更糟糕了 所以在安全区的案例当中 你可以发现 96号案例之后 成百成百地增加了 到了12月21号 这些在南京的外国人忍无可忍 凡是能动的人 他们都集合起来 在古楼这个地方集合 干什么呢 到日本大使馆去抗议 所以这些人组成了一个小队伍 就从古楼医院这个地方 走到日本大使馆 日本大使馆就在消防队这个地方 其实很近 走过去以后 向日本领事提交了抗议信 在这个抗议信里面 他提出三个要求 就是恢复秩序 不要抢劫 解决粮食 等等 这一天他们去的时候巧了 松井诗根还没走 所以松井诗根还给他们握手致意 这封信是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呢 松井诗根后来在中京审判的时候 说自己对南京大头上毫不知情 他也是在头才知道的 但是 有人说 国际安全区 当时给了一个抗议信 说你在场 你怎么会不知道呢 你还给他们握手致意呢 他们抗议的就是大屠杀的事情 抗议无效 大屠杀继续进行 而说二号 松井诗根就离开了 离开了以后 日军更加肆无忌惮 这个时候 从南京郊外来了一个丹麦的年轻人 大家很熟悉的新德贝格 新德贝格有个车 开着车 从七下山来到了南京城里面 这一路上都看到的是大屠杀的场景 到了南京以后 他就更加震惊了 他来的时候 带来了一封老百姓 七下山这带老百姓写了抗议信 带给安全区委员会 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 这封抗议信的元件 没有保存在拉贝勒纪当中 这是绝无仅有的一件事情 应该说 大屠杀期间 南京就像个地狱一般 但是地狱当中 拉贝勒纪深受感动 什么感动呢 他曾经给一个小朋友 给了几块小饼 这个小朋友没舍得吃 到了平安夜的前夕 这个小朋友拿出来了 这是他给拉贝的礼物 所以拉贝非常感动 他说他吃的时候 他都觉得自己被噎住了 他不是说这个饼不好吃 是我的喉咙不争气 哽咽了 大屠杀期间 南京是复杂的 它是多个面向的 你从不同的角度去看下去 你发现这个大屠杀期间 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 统一化的一种生成状态 其实每个人所住的状态都不一样 比如说拉贝 他每天还能吃一个煎荷包蛋 我不知道大家听了这个话以后 想不想对拉贝进行道德审查 那些人天天能吃稀饭 都吃不饱 你还吃荷包蛋 你知道吧 有的人喜欢这样 抠球前人 中国人当然没有荷包蛋吃 他们在安全区委员会 的轴场里面 差不多是每天两顿稀饭 有人给钱 有人不给钱 但是 就是给钱 四五个铜板就可以打到一锅子 而且呢 这个粥不像我们讲的那个很稀的 是很厚的那种粥 所以一家人 他们每天去打两锅粥来 是可以吃饱的 大家知道 天天吃稀饭 这个不行 人很快就觉得没有精神 所以有人想补充动物蛋白 有人就吃 最容易找到的动物蛋白 就是狗 也不知道狗 他们就把他打死掉 就吃狗肉 我为什么单独在这个地方 说一个狗肉呢 因为拉贝说 这些野狗 实际上刚刚才啃食了那些尸体 有的狗眼睛都是红的 但是中国人没有办法 也把这些狗杀了 吃了 在拉贝斯系当中 还记录了 美国女教师 威特林的 勇举和无奈 威特林 他在大屠杀期间 一个人带着上千个妇女 从城南 穿过几乎整个城市 来到安全区 他要庇护这些人 当时在南京的这些男人们 也很感动 但是他有无奈 是什么无奈呢 等到一些汉奸和日军 到难民营里面说 他们准备成立一个祭院的时候 问大家有没有愿意去做军纪的 他本来说 威特林说 如果是他们抢的话 他一个也不给 但是没想到 稀稀拉拉的 就有一些女性举了手 这个当中有一些 是过去大家熟知的 南京城很活跃的娱乐人士 但是也有一些 确实是 出于贫困和其他原因 他谋生的 大屠杀 本身这个过程 外国人能做的事情 是很有限的 因为日军手上有枪啊 他可以开枪啊 这些外国人手无寸铁啊 所以他们只能是 找他们的长官 规券 他们做的是有限的 所以他们更愿意 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要确保 二十多万 当时待在南京 各大美营里面的 这些老百姓的生活 所以他们每天都要和 日军手这些粮食问题 进行交涉 我想给大家说的是 这些外国人 都是受过教育的 他们受这个教师的 交涉的过程当中 他不一样 每一件事情 他都记录在岸 某天 我去向日本人抗计了 谁送的信 这个信编号都编好了 然后在他们的档案写上 编号一的 信件是什么什么什么内容的 日本人收到了 他们会要一个收据 你收到我的信了 而且为了防止日本人说 信在这个给的过程当中丢掉了 他们每天要记两边信 一边是有信使 有信使从安全局委员会 拿过去以后 送到日本大使馆 另外一个 有施卖士和拉贝 他们轮流 每天亲自送过去 所以等到东京审判的时候 这些被告 每个人都说 自己对这件事情不知情的时候 这些东西就有用了 安全局委员会里面有记录 你们收到了什么信 这个信的内容里面 讲得很清楚 所以这个知识的力量 它确实是以 不同寻常的方式展现出来的 品读名著 传承经典 书香南京 与你同行 1937年 南京陷入大浩劫 一名德国人 用一己单薄的身躯 从日寇的屠刀下 挽救了多少宝贵的生命 一部关于南京大屠杀的 逐日编年史 又体现了怎样的担当 市民学堂特别节目 书香南京大讲堂品读会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院长 张生教授 品读 拉背日记 在粮食教室的问题当中 蚕豆是一个很特殊的品种 为什么呢 因为老百姓天天吃稀饭 他就得了一种叫 脚气病的病 大家说脚气病不是脚气 它是由于营养匮乏 造成了一种全身系统的疾病 能造成心理衰竭 那补充这种维生素等等 蚕豆是一个有效的食品 所以他们就想从上海 运进600灯蚕豆 但是日本人一直扣着不让他进来 后来经过在南京的这些 外国外交官们的协助 这个蚕豆 直到拉背走前夕 才刚刚运到南京 这些外国人 我再说一遍 他们是受过教育 他们在南京大屠杀之后 他们知道死了那么多的人 他们知道可能会造成一病流血 所以他们在1938年春天做的一件大事 就是把医生们 从江南各地喊到南京来 给他们注射小朋友们 大人们注射叶苗 防止火乱啊 等等这些流行疾病 所以你发现 南京大屠杀之后 南京没有立即发生疫情 这是这些人的一个很大的功劳 南京大屠杀期间 中国人过着安无天热的生活 每个人 住在拉背家院子里的人 他们都呆呆地看到他们家的钟 仿佛一天有100个小时 而不是24小时 为什么呢 因为每一分钟都可能发生暴行 时间在那种特定的场景之下 它成为暴力的同谋 时间是有意义的 当然这个是比较专业一点的说法 就是说一个人在很难熬的时候 通俗地讲 很难熬的时候 你发现了个时间长得不得了 总也熬不过去 两个小时好像比 平常要长很多很多倍 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拉背记录了这些 全伏在他们家的 这些中国难民 难民的那种困难的状况 在拉背这期当中 我为什么说它是一个 关于南京大屠杀的 住着边联士 它的日记内容非常丰富 除了它自己 说感知 看到的这些事情 记录在日记当中 别人的日记 别人的备忘录 安全区委员会的报警报告 等等等等 它都会放在当天的日记当中 所以你看它一天的日记 可能有长达 最长的日记 可能长达二三十一 就一天啊 实际上就是同一天发生的 各种各样的事情 在拉背这期当中 因为它各方面的材料 它都注意收集 所以你可以看到 南京大屠杀当中的 很多的因素 很多的东西 是跟我们在平常时期 想象不一样的 比如说 在记当中写道 数万人闲赞着 为买卖讨价还价 大家想 这是什么地方 像个菜市场的地方 当时安全区里面 有一个条路 就是今天大家熟悉的上海路 这条路过去没有这么宽 这个路就是安全区里面 挑到市场最集中的地方 大量的人在这个地方买卖 大家奇怪 所以一边屠杀进行 一边他们为什么要买卖啊 你要活下去 有人要去买粮食 有人在来卖粮食 有人在那边买肉 有人在来卖肉 还有人在来买骨丸 有人在来卖骨丸 为什么 大多是他造成了 各种各样的状况 比如说有人吸了毒 他要去偷东西来卖 卖掉以后 他才能到日本人那边 去买到毒品 有人手上一点闲钱 发现这个是个东西 好便宜啊 拉背在自己的日记里面 都很惭愧地说 一个明代的清花瓶 就卖了一块两毛钱 所以他在这个地方 就形成一个市场 所以这是大屠杀里面 一边大屠杀 一边在讨价还价的 这种混合的场景 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个 日本人整天端着刺刀 中国人整天在被屠杀 这种状况 他是交错 当然屠杀在继续 在案例 在安全区的这个档案当中 案例还在秩序 这个当中有一些特殊的东西 是值得我们 注意的 比如说一个叫刘培坤的人 这个刘培坤是个男人 一个日本兵到他家里来 要强奸他太太 他一拳打在那个日本兵脸上 那个日本兵就回去了 第二天他就带着枪过来了 那当时刘培坤的组 有很多人替他求情 但是日本兵还是一枪 把刘培坤打死了 过去有人讲 说大屠杀期间 中国人怎么不反抗呢 那些男人们怎么不反抗呢 他说绝大多数的情况下 你是没有办法反抗 个别的情况下 有人反抗 他的结局是可想而知的 王兴隆 王兴隆是青陵大学中学的 安平营的一个 懂一点日文 懂点英文的这么一个翻译 王兴隆 曾经被安全区委员会的人 保护起来 因为日本人注意到他了 但是他后来还是被杀掉 最让人生气的 在南明营里面出现了 中国个别的人出卖同胞的情况 比如说有的国民党官兵 把枪埋起来的 他们当时混在南明营里面 有人就去向日本人举报 说某某人把枪埋在什么地方 然后这个墙当然就能找到 找到以后 那当然结局是可以想见的 所以拉贝斯记录的这些事情 他也很痛心 当时在南京有几个伤病医院 其中最重要的是 今天江苏社人大常委会的 所在的外交部的伤病医院 这些伤病被日本人控制起来 每天给喝两盏稀饭 有的伤病因为伤很重 他们就希望能不能稍微再吃多一点点 这要提出来 日本人就把他们拉到院子里面 枪毙掉 这些伤病抗议 说是不是就因为我说恶 你们就枪毙我 拉贝斯记也把这些东西记下来 那你说拉贝怎么会知道的呢 因为有从伤病医院跑出来的中国护士 他们把这个事情告诉安全局委员会的人 当时我们南京 清洁口已经成广场了 德国人叫它不自弹广场 拉贝在这记里面记录了新杰克广场周围这种连片的大火 把周围的建筑都烧光了 他也记录了日本人的宣传 日本人在南京贴了很多宣传话 还弄飞机撒了很多传单 这个上面都是日本兵和蔼可亲 中国母亲抱着一个小孩 日本兵对他们说 你们好好的 我们会给你们大米吃 会给你们工作 你们快快回家吧 这些东西都有照片留在拉贝这记当中 1938年1月6号 经过很多天的抗议以后 美国外交官艾利森带着他两个同事 就来到南京了 这个对当时的南京是一个巨大的鼓舞 拉贝当然也非常高兴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艾利森来的时候 他们是带了电台的 还有操作员 他们这样就可以把南京的情况往外传播 所以拉贝日记的很多东西 包括贝德士的很多的报告 都是通过这个大使馆的电台传出去的 三天以后 三个德国外交官 三个英国外交官 也来到了南京 尤其是德国三个外交官的到来 给达贝非常大的支持 他把南京发生的事情 这一个月来发生的事情 都告诉了他们 所以卢森在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当中 就把南京大屠杀的这些暴行 写成长篇的报告 发回去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在德国外交部档案馆当中 可以找到成系统的南京大屠杀档案的原因 但是很有意思 这些外交官到了南京以后 每个人都不一样 艾利森是一个美国外交官 他特别讨厌美国人侵犯美国利益 比如说金陵大学里面 如果日本人闯过去 他就要去调查 其中有一个妇女 说她在金陵大学里面被强奸了 所以艾利森就带着她去指认 这个妇女就把他们带到 发生暴行的地方 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遭到了殴打 量成了事件 叫艾利森事件 卢森 他本来就对日本的暴行很不满 看到这些报告以后义愤填膺 所以他到处要查看 日本人就很纳闷 说这些英美外交官对我们不友好 我们都知道的 为什么你们德国外交官对我们也不友好呢 所以派人跟着他 就是你一到哪儿去 我就派个人跟着你 所以这个卢森啊 他也没有行动的自由 萨埃芬贝格是他的同事 也是个德国人 他就觉得 卢森你不要天天跟日本人过不去啊 我们是来做外交官的 这个萨埃芬贝格最后是死在了南京 为什么呢 就是罗森要回国之前 日本人决定招待他们一顿宴会 上了牛排 其中一块牛排煎得很深 上面还有血色 罗森要不要 罗森说我不吃这些太深的牛排 正好萨埃芬贝格坐在他边上 拿过去了 萨埃芬贝格第二天就开始 似乎中毒 在1938年的6月份死掉了 英国外交官 在来之前就接到外交部的指令 要求他们到南京跟日本人配合 不要敲他们别脚 所以你发现 南京大屠杀期间 英国外交官揭露的 南京大屠杀的直接揭露的暴行 这一件 就是他们在走在路上的时候 发现日本兵把一个高尔夫球杆 踹到一个中国妇女的下体 这是记录在安全区档案里面 但是不管怎么样 这些外交官的到来 增强了这些安全区外国人的力量 所以大屠杀为什么在1938年 1月以后渐渐平息 是跟这些外交官返回南京有关的 尽管如此 大屠杀不是说 有一天就突然一下子没有了 在日本 在拉贝日记当中就记录了一个案例 说有一个妇女 恍恍惚惚地在大街上走 他们家里原来18口人 17口人已经被杀掉了 他就拿最后一点点的东西 说买了一口棺材 然后就把这些亲人们收敛起来 日本人把棺材又抢去了 说中国人不需要收敛 所以拉贝日记 专门记了他的悲惨的故事 1937年 南京陷入大浩劫 一名德国人 用一己单薄的身躯 从日寇的屠刀下 挽救了多少宝贵的生命 一部关于南京大屠杀的 逐日编年史 又体现了怎样的担当 市民学堂特别节目 书香南京大讲堂品读会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院长 张生教授品读 拉贝日记 到1938年1月10号 西门子公司打了一个电报 想叫拉贝回去 说西门子公司找他有事 这个电报到1月13号 拉贝才收到 大家说拉贝这样一个人 在南京担任安全区委员会主席 通过自己卓越的劳动 达到了当时全世界的高度的占预 为什么西门子公司要把他喊回去呢 因为德国发生了重大变化 本来德国外交部长叫牛赖特 他是一个被认为 德国外交部里面的清华人士 还有一个原来的国防部长 像布隆伯格这些人 都是因为跟当时的国民政府 比较友好的 他们曾经派军事顾问团到中国来 还跟中国进行医护贸易 比如说拿中国的乌砂 换德国的大炮 当时是国民政府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 这些政策 当时日本向纳粹德国提出了强烈抗议 说我们的士兵在中国前线打仗 发现他们面对的是你们德国的大炮 发现面对的是你们德国的军事顾问 你到底还要不要日子同盟 所以希特勒 在中日之间经过权衡以后 他觉得还是应该选日本 他比较强大 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 整个德国的政策都在发生变化 所以西门子公司 他也不说拉贝尼回来到底怎么样 还是你在南京对日本人不友好 怎么样 就说回来有事 所以拉贝尼就准备回家了 在他准备回家的这个过程当中 拉贝尼仍然在记录大屠杀的尾身 和后大屠杀期间的各种状况 比如说 当时的古楼医院 是南京唯一的一个外科医院 这些传教士通过各种办法 把中国伤员弄到古楼医院去做手术 其中有一天 受了一个病人 这个病人送过去的时候 说我没钱 那当时呢 古楼医院是以这个规定的 没有钱的人先动手术 讲来再说 为止古楼医院 每个月都在亏损 它是因为 它这个医院的运行 是由教会募捐来维持的 结果这个病人说他没钱 动完了手术以后 护士给他收拾床单的时候 发现他的床单底下 藏在三百块 大家都很失望 到这种时刻 还是这样的不诚实 然后一个叫吉米王的人出现了 这个吉米王现在在 国际叙售界鼎鼎大名 他有个中国名字叫王城典 为什么叫吉米王呢 就是他跟外国人有交道 外国人给他取了一个名字 叫吉米 他会英语也会日语 这个吉米王 本来在安全区委员会里面 就是给外国人跑腿 帮他们做了很多具体的事 后来日本人来了以后 成立了伟自治委员会 这个吉米王也加入其中 他因为跟外国人也很熟悉 跟日本人也能说上话 他悄悄地做了很多事情 这些事情是很难用黑白 来简单地判断的 比如说王城典从日本人那边 搞了不少大米 当时南京老百姓没有吃的 他就把这些米放在安全区 周围的凉店里面 这个凉店是以自治委员会的名义 开办的 但是刚开始是免费的 然后是低价的 那很多人就从安全区里面出来 去到他的店里面去买米 当时在南京的这些外国人 当然清楚 这是为什么 就是热军想把南京市民 从安全区里面 从美国人的庇护之下 外国人的庇护之下 引到他们的殖民统治秩序之中 但是当时饥寒教铺的人 确实需要粮食 王城典还做了一件事情 当时热军在南京强奸了很多妇女 用当时的话讲 在南京被占领的六州之内 差不多发生了两万起强奸案 不是两万人 大家注意一下 两万起 所以对妇女的损害特别大 在这样的情况下 日本人受到了国际舆论的压力 他们就决定开危安所 王城典是帮他们搞危安所的 这件事情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呀 你不能简单地来评判它 它是非常复杂的 在这一段时间的日记里面 拉贝还写了一封普通的信 是给上海理事会 一个叫麦尔德先生写的信 在这个信里面 他提到南京的三分之一 都被日本人焚毁 大家注意 习近平总书记 在第一个 南京大屠杀死念者 国家公记里面讲话 他提到了三个外国人 拉贝 马吉 新的贝格 我们都提到了 他还提到南京的三分之一 被日本人焚毁了 这些依据就是这么来的 这封信很奇怪 后来是在德国的档案当中 那德国快要战败的时候 这些兵就偷着这些档案 想找一些安全的地方放 结果路上被盟军接获 那很多信已经被烧毁了 偏小这封信没有被烧毁 所以就被提交给了 远东过去军事法庭 我们在远东过去军事法庭 不都的德国方面的文件当中 就能看到这封信 所以是一份很珍贵的信 拉贝要走了 日本人很开心 底下就可以把安全局委员会 改组成一个救济委员会了 所以拉贝走之前 他们还好好的 请他们吃了一顿饭 说什么火锅 羊肉火锅了 芦笋了 粉丝了等等等等 拉贝说我们好多天 都没吃上什么像样的东西了 所以好好的吃了一顿 所以大家注意 这些外国人吃日本人的饭 我们怎么样评价 另说 关键是他们吃的这些饭的场景 都被当时在场的日本记者 拍下来了 然后都在日本的报纸和杂志上 所以你今天看 美国这个日本的报纸和杂志上 当时的杂志上 就有很多这种 所谓南京很和谐的这种照片 所以日本很多优秀说 你看看 当时这些在南京的 在安全局委员会主席 都在南京跟日本人在一起 很开心地在一块 吃饭 喝酒 哪有南京大屠杀 这些人虽然是很聪明 但是也被利用 在拉贝出发之前 他的一个小兄弟 克勒格尔 这是一个很年轻的德国人 1月23号先去了上海 他的理由是说我新婚 当时南京 被日本人团团包围 不想叫外国人出去 他们怕这些外国人到上海去 讲南京大屠杀的事 但是克勒格尔说他是新婚 他这个理由好像很充分 就把他先放走了 临走之前还写了一个保证 保证到上海不去讲日本人的坏话 但是克勒格尔去了以后 他就没忍住 他当然要说 他是一个政治的人 所以克勒格尔在南京的任日一 这些东西 就跟当时这些英美记者的报道 就混杂在一块 大家对大屠杀的这个情景 就越来越熟悉了 所以日本人对他们很有意见 底下有人再想出去 批准就很困难 施佩林 是他手下的稽查 是负责维持安全区的秩序的 被称为会的堡垒 就是安全区委员会的堡垒 施佩林是外国人当中 被中国人喊出去 去直接救中国人的最多的人 但是因为这个人 过去当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德国老兵 后来在日本人的集中营里面 过了四年 然后又在上海保险公司里面 做员工 这个施佩林对日本人没有好感 但是他没什么文化 所以他在南京做的事情 他总共只写了两篇半短短的东西 所以我们今天研究大屠杀的人 往往会忽视这样的人 其实这样的人 他是非常重要的 比如说还有一个叫黑莫佩尔的 我们中国以前有个最小的四星级酒店 在我们南京新杰克 在新华日报边上 现在可能大概是拆掉了吧 叫福昌饭店 现在还在吗 这个福昌饭店当年就是黑莫佩尔的 这个黑莫佩尔在南京 做这么一个小生意 后来他的旅馆被日本人放了一把火 他也在大街上救过很多中国人 可是他连一张纸都没有给我们留下 这在安全区的档案里面 有个别某一个案例底下住着 这是黑莫佩尔报告的 你才知道有这么一个人 其实他起过很重要的作用 至于这个曹迪西 这个曹迪西我们现在对他一无所知 他明明是安全区委员会的成员 他也一定做了很多事情 可是我们不知道他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所以大洞杀的这个研究啊 他来而方长 就要回家了 那边也很激动 他每天都在打包 收拾他的东西 他也每天都在写日记 他的日记里面记录了很多 厚大洞杀时期中国人的口难 说有一个人 他是打工的 每天呢 可以得到一两斤米 每天家里 老婆和三四个孩子 就指着他回家 把这个大米带回家 烧一顿稀饭 这样不至于饿死 有一天晚上 他们刚刚把稀饭烧好 坐下来一家人 准备吃饭的时候 来了一个热本兵 在他们的碗里面 撒了一泡尿 然后扬长而去 所以大洞杀不是说 一定要一把刺刀 插到你的脖子上 才叫大洞杀 那这些粮食到哪里去了 南京在战前 储备了很多粮食 安全区委员会成立的时候 中国方面也捐赠了很多粮食 粮食被日本人抢过去了 始终就没要回来 所以安全区也想到吴湖 到其他地方去运一些大米 被允许说是运得紧张 你要运米的话 要经过日军的批准 所以怎么样弄粮食 当时他们主要是通过上海 上海有个政绩委员会 在上海可以给日军高层施加压力 特别是给松井市跟本人施加压力 所以陆陆续续运进了一些粮食 拉贝就要走了 他知道他这个日记里面 从9月7号 期到这会儿 都是日军的暴行 都是中国人的苦难 和这些外国人的努力 这样的东西 是不能让日本人抄过去的 那一抄过去就损失大了 怎么办呢 一个英国外交官 叫普利多布隆 他在南京就干了很短的一个时间 就被召回去了 他因为是个外交官 拉贝就说 我的一部分日记 能不能请你带出去 普利多布隆 做了这么一件好事 所以拉贝的一部分日记 是首先由普利多布隆 带到上海 然后一个叫肺无声的美国人出现 为什么叫肺无声啊 他就是在苏州出生的嘛 这个人是传教士士加 他是出生在中国苏州 是基督教青年会的干事 本来安全区委员会没有他 后来他主动参加了 参加了以后 他首先要求去上海 日本人很担心他讲 他保证不讲 所以一月份 他和普利多布隆一起到上海去 而且到了上海去以后 确实没讲 什么也没讲 只把大家带给老婆的亲人的信 带回去了 所以日本人看到 这个肺无声挺好 还挺懂规矩的 所以等到二月份 肺无声再说要走的时候 他们就批准了 第二次 其实肺无声怀里藏着 更大的炸弹 这次他去的时候 是带着日记 拉贝的日记 这个薄薄的纸 可以藏在衣服里 第二次 他带走的是电影胶卷 就是马杰拍的 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电影 四卷 是放在他的搭机口袋里面 所以这个肺无声 两次从南京出去 实际上都是带着东西的 因为他们带着东西 所以我们在拉贝之记里面 可以看到马杰电影的解说词 马杰当时一个小电影机 他在南京大屠杀期间 拍了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纪录片 过去都是木片时代 所以要配上这个解说词 这个解说词 也被汇编成册 被汇成文字 我们今天看到的 南京大屠杀的大多数 现场照片 都是马杰这个电影截图接下来 是一个什么事情 是根据这个解说词来的 那我们就知道 至少有一部电影 有一个拷贝 曾经被德国人 不是罗森就是拉贝 他们带到过德国 因为罗森曾经要求希特勒 看这部电影 所以至少有一部 但是我们今天 大家在纪念馆看到的这个 是马杰死后放在他们家阁楼上 这个传教士有个习惯 就是死的时候 陈世间的东西 他不想跟别人讲 他们曾经住过这么大的英雄 他也没跟后人讲 后人是收拾阁楼 收拾他的遗物的时候 发现这样的东西 才发现原来家里的人 是一个英雄 品读名著 传承经典 书香南京 与你同行 1937年 南京陷入大浩劫 一名德国人 用一己单薄的身躯 从日寇的屠刀下 挽救了多少宝贵的生命 一部关于南京大屠杀的 逐日编年史 又体现了怎样的担当 市民学堂特别节目 书香南京大讲堂品读会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院长 张生教授 品读 拉背日记 在拉背日记当中 还详细地记录了 夏树勤家的惨案 夏树勤家 因为夏老先生在 大家也多次听说过 他讲他们家的故事 实际上 他当时是一个 七八岁的小孩子 他们家 所有人被杀光以后 他跟他妹妹 躲在家里 后来被邻居发现 邻居发现以后 报告了安全区委员会 所以安全区委员会的人 赶紧把他姐妹俩 借到安全区 当然也派了记录 所以其中有一部分场景 是在夏家派的 前几年搞门东门西 把夏树勤家的老房子 给拆掉了 是非常作孽的事情 本来这样的场景 是非常非常珍贵的 到了1938年的1月31号 是旧历新年 当时在拉贝家的这些 受到庇护的人 给他一份新年祝福 那个时候 大家也没有什么东西 所以大家找了一张红纸 给他写了一个 都不能叫春联 就是祝福的话吧 在他们家受过庇护的人 他们也想起来 搞了截止上面登记了一下 在他们家的人的姓名 所以我们早两年 还可以找到 极个别的新生者 他的名字出现在当年 签字的那个行 那个一栏里面 现在都没有了 脚疾病 南京市民的脚疾病 通过拉贝等人的努力 通过运营材料 通过补充维生素 得到了解决 在这个时候 有一个美国传教士 平常很古板 也很简朴的人 叫福斯特 这个人啊 在很多人的 这集里面都可以看到 他是南京最穷的 外国人之一 大家每次看到他 都发现福斯特 拐到一个 他要怕被别人看见 都拐到一个 南京的一个角落里面 在小百货店里面 买点东西 这个福斯特 其实做了很多事情 他有一个照相机 他的很多的同事都不知道 所以在今天的 耶鲁神学院图书馆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二十多张 关于南京大兔萨的照片 就是福斯特带回去的 这个福斯特 就谱写了一曲 《残斗歌》 今天大家到 大兔萨经典馆 可以看到 这一首歌的曲谱的 他们当时没有什么 别的来补充维生素 只有这些残斗 听到拉贝快要回去了 中国人都舍不得 首先是他们家院子里的人 先知道了 他们家院子里的人 知道了以后 所有的妇女 都给他跪下来 希望他不要吃 大家注意 我们在研究的过程当中 经常注意到这样一个场景 就是中国人当时 在南京大兔萨期间 向这些外国人求助的时候 不管是拉贝也好 还是新的贝格也好 还是贝的事也好 还是其他美国人也好 中国人求人的 典型的举动 就是跪下来 这个跪啊 不单纯是一个 生理上的意义 它其实是中国人 那种心理 当时那种情况下 心理 文化 精神 都处于那种 低位的 这种身体语 所以那个时候的中国 说是贵者的中国 它不光是说一个相争意义的 它是这样子也是具象的 日本人是在干什么呢 在威胁他 听说他要回去了 就有人来跟他谈了 说你到了上海去以后 你可不能说我们 日本人的坏话 否则的话 否则的话是什么 你自己掂量吧 拉贝在自己日记里面 也写到这样 他有个担心 就是自己到上海去 讲了以后 在南京还在坚持的 这些人怎么办 对他们很不利啊 像贝德斯这些人 他们都没走啊 没二十四卖四啊 怎么办 所以 他到上海去以后 确实没有 很多的讲日军的暴行 拉贝在自己的日记当中 一直是谦虚的 偶尔也小小地骄傲一下 骄傲一下什么呢 因为他在担任 安全区委员会的主席的时候 外国的同事们 对他高度的赞扬 中国的难民们 也对他 非常的恭敬 所以呢 有人就喊他南京市长 就喊他市长 所以这个现在南京 处于无主的状态 只有你在这个地方 才能管我们生死 所以听到市长以后 拉贝小得意了一下 我现在是南京的市长 而且呢 在当时德国的简报里面 有人把简报 他的亲属们 把简报从德国寄过来的 那个简报上也写着 德国侨民 担任了南京市长 所以他是蛮骄傲的 但是呢 他也在日记里面提醒自己 说拉贝啊 你有一点得意忘形了吧 自己在日记里面这么写 对吧 你不是市长 但是我说 这个南京市长 虽然从来没有 被震慑任命过 但是也确实是 无从超越的一个人 在这一段日记当中 拉贝提到了 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一个是费无声 从上海回来了 他本来把他的日记 带到上海去 然后他又回来了 这次回来 他发现 他已经得到了 日本人的信任 所以他们正在策划 到美国去搞巡回演讲 把南京大屠杀的事情 告诉全世界 这个事情 当然拉贝是知道的 但是他知道 这件事情高度敏感 所以在日记里面 都没有写 飞无声这次回来干什么 然后是两个特殊的人出现 一个姓龙的 一个姓周的 他们家的这个 难民营刚刚开张的时候 这个两个人就过来了 这个两个人快要离开的时候 突然有一天 说是给拉贝家的仆人说 我们要给拉贝先生 一笔小费 一个大纸包子包住 仆人很老实 回来以后告诉拉贝 拉贝一看 五千块 五千块钱 法币在当时是一笔巨款 他就觉得这两个人不简单 怎么能给我这么多的小费呢 然后这两个人 又给了他五万块钱的钱 说给安全局委员会的 他在想到 这两个埋伏在他家里的人 非同寻常 到底这两个人是谁 我们现在没查清楚 拉贝说 我不喜欢这两个人 因为他跟其他的难民不一样 他是住在拉贝的屋子里面的 一直是神神秘秘地在那边不吱声 突然身上露出这么多的钱出来 后来这两个人告诉拉贝 说我们准备走了 拉贝并没有关心这两个人的命运 是很少见的 拉贝说是中国人的命运 他再不关心了 就这两个人 在他回家之前 一个一直跟他搭档的美国人 叫米尔斯 米尔斯也是一个 起了关键作用的人 后来曾经担任救济委员会的主席 但是我们对这个人 目前手之甚少 不是不知道 因为他留了一些信 给他家人 我们现在能找到一些 但是仍然是不多的 麦卡伦唱了惨特歌 他们一起过了一个愉快的晚上 他们家还有一个特殊的人 叫汪汉万 这个人名字不一定是真名 为什么呢 他是一个鹰 我们不知道他的中文是什么 这个人是原来中国空军的一个飞行员 拉贝说他曾经击落过好几架日本飞机 后来受伤了 受伤是在医院里面 溃退的时候他没来得及走 他就跟他的同伴一起到下关这个地方 准备找一个什么办法走的 结果他的同伴走丢掉了 他自己又翻成墙又回来 回来以后 他不一样 他不想别人 他不是到处找的 他就找到拉贝家 拉贝很敬重 故去在这记里面提到他的时候 给他编了一个画名 叫韩福祥 还是之类的一个什么名字 一直等到他已经脱险离开南京了 他才说 这个人的名字叫汪汉万 后来拉贝经过香港 汪汉万和他19岁的太太 在香港的码头迎接他 劫后重逢 非常的感慨 2月23号 拉贝登上了英国的炮舰 密封号 那很多人 这个是跟他一起去的 这个汪汉万为什么能脱险呢 汪汉万脱险 就是拉贝临走的时候 直到这个人留在南京太危险 所以他就把他给打扮成自己的仆人 让他挑着行李 当时呢 这些在中国的外国人 走路的时候都自己不拿行李的 都是要用中国苦力来帮他们挑着的 所以他就要这个人装扮成一个苦力 想得非常周到 把他带出去 4月13号 4月13号 他到达了慕尼黑 到达了慕尼黑以后 他记了一件高兴的事情 说他的孩子叫奥托德人 已经加入了占领 奥地利的军事行动当中 最后 拉贝德日记 我说是他个人故事的结束 和人类关于战争与和平记忆的开始 为什么呢 拉贝德日记 就他的文本而言 到这个地方 还远远没有到结束的时候 他的日记 一直写到战后 很长 很多鼠岁的 断七八糟的事情 他也写 但是我们注意到 拉贝过去是一个平淡无奇的汉堡商人 自从离开了南京 回到了慕尼黑以后 他又回归了他的本位 一个平淡无奇的西本子公司的员工 此后漫长的时间里面 他的事迹 发散可成 为什么呢 自从他回去以后 他首先找到了 他所在大区的纳粹党负责人 然后姓斗斗的 这个人给他发了一枚勋章 他觉得他已经被中国政府两次受训 因为在南京的切除的表现 他觉得这样的情况下 他已经给德国争了荣誉 希特勒怎么也会见他一下 所以他托这个大区的纳粹党领袖 去求见 结果希特勒不见他 而且盖世泰宝马上到他家里来搜查 而且看了他的日记 这个日记幸亏又还给他了 所以拉贝在前面才会有一个话 说这个日记现在是不能公布的 哪一天要公布 要德国政府同意 大家想想看 他回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决策里面 最重要的是 他在南京的时候就加入了纳粹党 回国以后他也没有退党 而且还比较积极 参加基层组织活动 一直到盟军 占领他们的家 那为什么是说 人类关于战争与和平基地的开始呢 拉贝在南京的时候 他曾经对中国人来说叫爱其不幸怒其不争 他说如果在南京发生的这些强奸案 每一起都得到致命的报复的话 就是说中国男人如果个个都找一个日本名杀死的话 他说那可能很大一部分侵略军就已经被消灭了 在整个拉贝尔西里面 对中国人讲话这么苛刻的只有这么一次 但是 等到他的家 他的祖国 遭遇到战火的时候 他发现这个问题来了 苏军打入柏林以后 到处强奸 他的一些年轻的女性邻居也被强奸 他发现他们反抗不了 为什么 对方手上有枪啊 你怎么反抗 所以这些妇女 很悲痛 有的也来找到他家来求助 求援 他就想起了自己在南京 被称为霍菩萨的那个时代 他发现自己在那个时候 还能帮助人 能救助中国很多人 有一些妇女 比如说拉贝尔西曾经碰到过一个妇女 一个妇女 她在大街上的时候 突然有几个中国人来 疯跑来找她 说什么事情 说刚才一个妇女被日本兵拉过去 拉到附近一个房子里面去了 我觉得很危险 拉贝尔西赶紧开车车就冲过去 冲过去以后 发现几个日本兵 正在准备强奸中国妇女 他就把她给救下来 可是这样一个菩萨 到了他自己所在的祖国 到了他自己所在的家乡 到了他自己所在的社区里面 他已经无能为力了 所以拉贝尔西的最后部分 讲到的都是 这些战争期间的苦难 他们家怎么样没吃的没喝的 就像当年中国难民们碰到的这种苦难一样 讲到他的邻居们 是怎么被侮辱的 怎么被殴打的 怎么被屠杀的 他还讲到了他怎么被爱的 所以他在当时已经吃不上饭了 南京的市民还惦记着他 南京市政府通过认定外办事处 每个一段时间给他家寄一大包食物 巧克力啊 饼干啊 牛奶啊 等等等等 所以他们家的侄女 还能想起来当年他们家族 整个家族都在 每过几天他们就盼望着一个 从人流啊 由中国人寄来的包裹 能让他们过上几天日子 所以其实他当年看到的苦难 他在他自己身上也看到 他当年所付出的爱 他在自己身上也体会到了 所以拉贝尔记 他所记忆说的这样一个故事 才会成为我们全人类 真爱和平 牢记这些战争教训的记忆的一部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